敏捷箱共写國小搭配學校發展特色國畫 在藝術生根計畫中 校方也積極推動國畫課程 讓同學開始接觸中國傳統藝術文化 經過八年的推廣 學生也展現出優秀的成果 今年五月份也將舉辦連展 讓大家欣賞他們的學習創作 我們學校的國畫教學 是在前幾任的校長 就從藝術生根計畫裡面 我們申請經費 然後開始實施了國畫教學 學生會利用在畢業典禮前夕 會辦理畫展 這幾年延續下來成果一直都很不錯 所以我們一直就持續的做下去 從國畫裡面除了 讓學生學到一些平面藝術的創作之外 也同時能夠學習到 中國文化裡面的精華 那結合學校的國樂 在課程裡面是做一個很棒的結合 老師在台上指導 國畫裡面的金魚 藍花等 要怎麼畫才會生動有趣 明天鄉光學國小 在藝術生根計畫下 八年前開始推廣國畫課程 讓學生在五六年級時 開始接觸中國傳統的藝術文化 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在我現在教成文化 他們一個主題的話 大部分都會一個月的時間 比如八檔課 八檔課像畫藍花的話 從最基本的一直學 可是小孩子他們學畫 可能是時間上的關係 可能會比較縮短 不管是縮短還是時間長一點 不過小孩子畫的東西 還是覺得還是很天真 畫出來畫作比較可愛一點 因為我比較講求是說 他的墨韻啊 他那個趣味性的啦 不就是我講你要畫得很像 放開來畫 不要有什麼忌憚啊 不要被觸忍那樣 要怎麼畫就怎麼畫 反而畫面看起來會比較更好這樣子 經過學校八年的推廣 學生展現出不錯的學習成果 今年明天鄉光所所贈送的春聯 背景的龍就是 工學國小學生的創作 同時 今年五月份也將舉辦國畫聯展 學生的作品成果 也讓大家非常期待 記得中文字的明天採訪報導